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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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兩位家喻戶曉的名人 一位叫做李嘉誠 另一位是他的潮州同鄉姚忠兒 人們喜歡把兩個人相提並論 他說賺錢有誰能賺得過李嘉誠 讀書沒有多少人能讀過姚忠兒 李嘉誠出身貧行 完全靠自己打拼創作一個財富奇跡 但姚忠兒出身是當地首富 但初中未有畢業 完全靠自學成為一代國學泰斗 連初中未畢業 竟然成為一代國學泰斗 簡直不可思議 姚忠兒還被譽為香港的文化標桿和其次 甚至有人斷言 只要香港有他 就不再是文化沙漠 他獨守香港一語 自學七十語載 他文史哲藝皆通 堪稱百科全書 他是一位名人 更是一位奇人 捱得住寂寞 才守得住繁華 獨夫忠兒 正在繼續 在香港 姚忠兒是名人 亦都可以算是奇人 他博古通金 學觀中西 人稱葉晶六學 才備久能 是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 還是美國耶魯大學 法國高等研究院 日本京都大學 北京大學等 多個世界著名學府的客座教授 2015年4月 98歲的姚忠兒 獲受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但是 這位培養了這麼多 博士和碩士的學術大師 和著名的歷史學家 前目一樣 連初中都未讀完 沒有深厚的學歷造之差 姚忠兒 如何登上這個學術的天空 姚忠兒自顧暗 百年百子套選堂 1917年8月9日 生於廣東潮州 父親姚岳為她取名叫忠兒 希望她司法宋代理學家周敦兒 姚家世代經商有幾間錢莊 不過姚忠兒出生的時候 姚家已經是潮州的首輩 姚岳雖然出身富貴 但又不是人世祖國 她平時除了喜歡讀書 還熱忠於買書和藏書 而這個興趣愛好影響了她兒子 姚忠兒的一生 當今世上稱得上大師的人 鳳無倫國 姚忠兒可以算是其中一個 創辦於1904年的杭州西寧恩社 是海內外研究金石、蒜黑歷史最悠久 成就最高 影響最廣的民間藝術團體 有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語 西寧恩社對誰做社長的要求 除了要得高望重 還必須琴棋書畫、蒜黑、洋洋精通 歷任的社長 例如吳昌錫、趙朴初等等 都是藝術操藝極高的大師 2005年西寧恩社第六任的社長 啟功逝世之後 找不到符合條件的繼任者 以至到這個社長的位置 整整空缺了六年 直到2011年 95歲高齡的姚忠兒 被推選為第七任的社長 西寧恩社 這麼多年沒有社長的局面 才畫上句好 姚忠兒被學界尊為國學大師 漢學泰斗 除了他對蒜黑不太熟悉之外 琴棋書畫、洋洋精通 他還熟悉敦王學、宗教學、甲骨學、文學等等 十三個學科真是百科全書 實際上 姚忠兒濃厚的文化底子 是來源於他家學 來源於父親的分圖 姚忠兒 姚忠兒喜歡買書和藏書 擁有自己的藏書樓 寫的名字叫做天少樓 藏書達到十萬卷 受到父親的影響 姚忠兒自小就浸在天少樓 埋手在藏書的世界裡 從史記到佛典 從老莊到禪宗 他無誅不讀 學問的種子 就是這樣開始生根發芽 他現在已經是奇嬰老人了 姚忠兒對自己小朋友時候的往事 力力在目 我不喜歡玩 很久了 六七歲就是有這樣的動力 有這樣的動力就是在於自動讀書 想起來也很奇怪 在父親的友誼栽培之下 姚忠兒迷戀讀書 深入骨髓 坐擁書成的他 沒有辜負這個得天讀後的條件 所以他和其他小朋友不同 他不喜歡玩泥沙 他喜歡學書 六歲的時候 父親就讓他學習國畫 後來又請畫家楊式 教他山水花鳥畫 以及宋人的行草 名家發帖 姚忠兒非常欣賞 某位原畫家的作品 就將其中一百幾幅作品 全部去臨舞一次 為他以後自己的書畫自成一家 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書看得多了 自然見多識廣 姚忠兒第一年初中的時候 就覺得先生教的知識太顯淺了 我也認識的 所以覺得沒必要浪費光陰 那就退學了 此後回到天少樓 回到父親身邊 跟父親觀摩學習 幫忙抄錄佛國記 他父親寫《漢如學案》 《申如學案》這書的時候 他一邊看得津津有美 還可以做為幫手 在家學分圖之下 姚忠兒打下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根基 培養了超強的自學能力 不過 家學對姚忠兒雖然影響很大 但也不是他成才唯一的原因 1932年 姚岳因為偏讚潮州藝文治 心力較積勞成則 不幸世世 留下了一份錫大的家業 和未完成的遺作 那一年姚忠兒才15歲 不過他必須在家業和學業之間 做出一個選擇 清燈王院孤獨相伴 以其自學知之不倦 歷經歲月滄桑 忠誠一代大師 《獨孤忠兒》稍後繼續 劇變《無數奇蹟》 再次上演 以獨特視角看香港發展 揭秘經典人物背後的故事 探尋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我是慧如 與您相約 香港故事 我是慧如 中觀古今中愛的大師 沒有一個不是幾十年於一日 堅持研究和探索 長期都要經受孤獨 最終才取得非凡的成就 姚忠兒所經受的孤獨 從她玲朗滿目的學術成果 可見一斑 姚忠兒是第一位 在講述巴黎日本所和甲骨文的學者 是第一個系統研究恩代精埔人物 並且成就一本《八十萬字巨珠》 《恩代精埔人物通考》 在中愛學術界影響巨大 她第一次將敦煌寫本《民心雕龍》公之於世 也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 她也是讚寫《宋元琴史》的首位學者 這些領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文、簡白學、經學、禮樂學 宗教學等十三個大門類 她出版的著作六十多本 論文有四百多篇 論述有三千多萬 只是二十世紀姚忠兒學術文集 《浩浩十二卷》就有一多萬字 她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六國語言文字 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涉形文字 有些在本國都少人精通 但是姚忠兒作為一個中國人 就能夠幾乎通乎二國天書 她還精通古琴和中國音樂史書法 配話更加是清日飄灑自成一家 姚忠兒在父親去砌之後 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將父親的遺作 《潮州藝文字》單獨完成了 並且連載在嶺南大學的嶺南學部 引起學界關注 1935年中山大學校長周老創建了廣東通治館 破格將18歲的姚忠兒拼入管內 專職是藝文的編輯 這位中學都未畢業的少年 從此登堂入室 在文化殿堂就越走越遠了 在她手上 家財慢慢散了 不過學問就慢慢多了 不過更加的是多了一份孤獨 姚忠兒曾經說 做學問就是要養成孤獨感 就是不理外人的世界 不理別人的事情 只是做自己的事 一全神觀注做自己的事 世界上很多有創癖的人 都是在孤獨裏面走出來的 她這樣說 她確實是這樣做的 遙宗兒年輕的時候 學習儀式道文化 每天都堅持打坐 往往一左就是好幾個時辰 她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早上兩三點起床做研究 做研就回去睡覺 她多次去日本京都大學研究甲骨文明 每次都住在京都近郊的三原寺 日後去京都大學圖書館看書 回來繼續清燈王卷做研究 樂此不疲 去印度研究飯學 她都是住在寺廟之中 正如姚忠兒自己所說 我這個人很孤獨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天地 很奇怪 我認為沒有孤獨就做不到學問 這個孤獨感很早就有了 我這個孤獨感是天性的 姚忠兒說她天性之中有孤獨感 是基於從小對讀書的熱愛 興趣造成的 其實另一種孤獨感 是來自她的自學態度 不拘利於常規 而這種孤獨感 是她成為大師的關鍵所在 姚忠兒認為 學問要接著做 而不是照著做 接著做 就是有所繼承 照著做 抄襲者 所以她喜歡用新問題 新看法 在敦煌學 甲骨學 梵學 詞學 以及宗教史 藝術史 這些領域 很多話題上 課題上 都表現她首創精神 所以她堅持 做學術 不可以有框框 在繼承 清如薄學的基礎上 她經過自己的探索 將每一個學術領域 都發揮到淋漓進知 不過 否定別人就容易了 否定自己就不簡單 姚忠兒自學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敢於否定自己 不斷修正 自我改進 在抗戰前 姚忠兒幫歷史學家 顧揭江 偏讚了古史辨第八冊 為此做了很多紮實的準備功夫 後來日本人入侵 偏讚工作必必中斷 有些材料也是戰亂之中為實 有趣的是 抗戰勝利之後 姚忠兒個人史學思想發生變化 她認為古史辨的某地方很草率 甚至是辨藝方法都不成熟 有些提法都不準確 所以古史辨第八冊 她就沒有繼續編下去 這件事令到顧揭江非常不高興 自我否定的另一面 就是嚴格要求自己 姚忠兒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是不願意馬上發表的 一般都要先放一放 她的很多文章是幾年前寫的 甚至是十幾年前寫的 都不發表 例如郭子麒年譜 她寫的時候是二十歲 五十年之後才拿出來發表 人家做學問都是從點開始的 不過姚忠兒就說是從上、下、左右 來找年代關係 她用豐富的想像力 將那些看來毫不相關的事情 放在一起 研究其中的關係 比如說一九五零年代 除了甲骨文著作之外 姚忠兒還出版了長沙出土 《戰國楚簡》的初適 《潮詞說略》 《楚詞和詞曲音樂》 以及討論香港本土史跡的 《九龍與宋貴史料》等作品 她的視野和課題 真是令人耳目一身 姚忠兒奇特而嚴謹的 自學方式和態度 注定了孤獨常伴左右 正如她自己要用忍的功夫 忍受、用耐力去支持 忍受一切困難 才能夠自己打持狗戰 沒有安忍就不可以精進 無情心就不可以形神向學 余忠兒除了自學上的孤獨之外 在自學環境上 她同樣是孤獨 扎根香港潛心自學 扎根香港潛心自學 扎守窮經 守望重重 歸去來系 不忘戶土 扎前啟後 繼往開來 獨孤忠兒 稍後進入 余忠子所以成為大師 除了長年累月的青燈王卷 在空間上她都是孤獨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尖安泰的舉戰之下 姚忠兒被評為中山大學研究員 但廣州當時是日軍佔領的 中山大學被迫要前往雲南晴江 姚忠兒繞到香港前往雲南 不過途中不幸運 染上藥疾 結果要留在香港 姚忠兒平時很少病 每次病都是因我得福 滯留在香港 令她見識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環境 這件事對她以後的學習 都埋下一個重要的腹筆 姚忠兒偏偏 滿世界都有她的腳印 要考證甲骨文 她出現在日本 要研究敦王學 她去了法國 要研究泛文 她當然是去印度 從一個領域 去到另一個領域 在很多領域裡 都有創造性的成績 你說是否託香港之福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 隨著內地開始撒銀改革開放 姚忠兒有了去內地 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 回到大陸 民國的學術前輩已經凋零改進 貴善林已經是老輩學者的領袖 姚忠兒除了和貴善林在繁學 敦王學方面可有共通之處外 還十分欣賞貴善林 學實敦厚的學功 貴善林對姚忠兒推崇備旨 她讚賞姚忠兒 近年來 國內出現各式各種大力 而我貴善林心目之中的大事 就是姚忠兒 2009年 貴善林去世 好幾年過去了 但是百歲高齡的姚忠兒依然在 或者她的孤獨感 又會多了結婚 香港成就了姚忠兒 姚忠兒也不妄回報香港 2003年姚忠兒將個人積累的數萬冊貴重的藏書 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 以及一百八十幾件書畫作品 捐贈給香港大學 即以回饋香港 這些藏書絕大部分都有她的批註 所以今後的研究者 可以跟隨她的閱讀史的思路 對姚忠兒的學術 源流進行世物的否釋 大師欺缺的當今社會姚忠兒 請問一下 說話 請問一下 全民主任 通知 一百年 有名單 不及 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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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们生命有个寄托 对主国文可以得到精神上谋众 提出很多新的形式 精神上得到一个安慰 而虚可地做的时候 对人生都有很多乐趣 2015年4月27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 在紫光国会见姚忠仪 他称赞姚忠仪先生 近百岁高龄 深系国家发展 学术耕运不邪 艺术创作不断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骄傲 希望他继续为国家文化建设 建言献策 增进香港和内地 中国和世界的人民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姚忠仪一人之力 为世人勾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 并且将这一套完美的场景展示给世界 作为百年一遇的文化奇迹 姚忠仪是不可以复制的 我们可以做的 或者是具备天才生长的土壤 允许其孤独的土壤 大师的诞生才不会是神话 真正的大师是不会觉得孤独的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香港故事》 我是程介南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